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CSS,我是主持人Claire,CSSCrypto Startup School是校园VC的区块链创投频道,每周经由Web3与区块链的故事与您一道启动自己的区块链旅程,持续更新自己的认知,来洞悉先机,创造自己的历史。 那么今天我们播客要聊的主题呢,是大家最近非常关心很大火的一个词啊,链游,也叫做GameFi。 那么GameFi呢,它的字面理解就是区块链游戏,即Game加上Finance,字面理解就是游戏化金融。 简单来说呢,链游就是把区块链的技术运用到了游戏里面,所有的操作都是在链上完成,通过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s的规则来进行约束。 实现个人游戏资产的私有化,透明化,安全化。 那么GameFi中间又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啊,叫做Play to Earn,也就是玩边赚,也是目前链游大火的源头之一啊。 因为在Play to Earn的形式里面呢,玩家们既可以享受游戏的乐趣,也可以通过在交易市场去出售置换自己的token,装备等等来赚取收益。 那么呢,我们今天很有幸地采访到了一个链游的团队,这款链游的名字叫做Henosis,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啊,待会我们会揭晓这个名字的由来。 那么呢,我今天采访的嘉宾呢,就是Henosis的两位Founder,然后很巧的呢,是他们也都在波士顿。 简单来说呢,Henosis也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研发的游戏啊,它和传统游戏的最大区别在于所有的玩家都可以参与游戏而赚钱,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P2E的模式。 在Henosis里面呢,所有的物品都是NFT,并且可以在交易市场中变现。 在游戏进入之前呢,玩家需要在市场中购买三只宠物,才可以进行游玩。 那么在Henosis游戏里面呢,不仅有冒险模式和玩家之间的对战,同时呢,还添加了宠物之间的繁育机制。 它是根据人类的繁育机制而产生的,如同人类的显性引擎基因。 那么呢,非常欢迎我们今天邀请到了Henosis的两位Cofounder,Hibi和Siza。 两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大家好,我是Hibi。 我现在在波士顿的Banney University,在读MBA跟MSAA的研究生。 目前在Henosis项目里面是COO,主要负责日常运营这一块。 然后平时呢,对投资、科技、音乐跟街舞都比较感兴趣。 大家好,我是Cezar。 现在是在波士顿大学,在读研究生,目前专攻Marketing项目。 我现在是Henosis的CMO,同时也就是建议所有的Marketing的运营啊,包括以后我们的一些市场方面。 我同时也是投资游戏和篮球的爱好者。 好的,哇,感觉两位都是那种很典型的斜杠青年啊,而且都是,其实跟我一样都是在波士顿还在一个念书的一个阶段。 那么咱们就先从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故事开始吧。 就是我其实挺好奇的是,你们是当初是怎么接触到区块链这个行业,以及为什么早早的就选择去相信并且投身到链游这个领域当中。 可以去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历程是什么样的吗? 其实一开始接触到链游这个行业,也要感谢这个疫情的封锁。 2020年年头的时候,因为美国疫情太过严重,大家都必须要在家里上课,然后在家里办公。 当时就会腾出很多空虑的时间,可以去研究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 那段时间刚好也是借助疫情的推动,把区块链游戏推到了风口浪尖的这么一个地位。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一开始进入的,是作为一个游戏玩家的身份进入这个行业的。 当时我投资了这个Exit Infinity,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链游。 当时我进去玩之后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不错哦。 就是你既可以玩游戏,享受游戏的这个乐趣,同时你还可以赚钱。 明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典型啊,就是刚刚TV说的, 他本身是从一个链游的玩家去出身,然后呢,发掘到了在游戏中玩出来的一些的痛点。 然后呢,就决定自己去做,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还挺有趣的吧。 对,然后,嗯,嗯,嗯,其实一开始我进入这个游戏, 也是想作为一个尝试新鲜事物嘛。 就是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新,就想非常潮,想要进入来玩一下,了解一下。 呃,结果玩了大概一年两年左右, 就发现这个游戏,嗯,它的币价跌得很严重, 它整个游戏里的资产的这个价格都跌得很严重, 然后造成了我个人这边有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吧。 然后后来我们就非常努力的去研究, 到底为什么这个项目到后来,就是X Infinity这个项目到后来, 它的游戏资产的价格会跌得这么严重。 然后就发现了它的项目上某一些关于经济模型啊, 关于它项目方运营的一些漏洞。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要做一个比它更完善的游戏, 让更多玩家可以真正的通过这个游戏受益, 可能会可以多多少少改变他们生活的这个质量。 明白,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炼游的理解, 甚至是一些已经去参与到玩炼游的玩家, 对他们来说的话, 其实更多时候站在一个玩家的视角, 他们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游戏的背后的经济, 模型商业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其实可能会受制于游戏本身的系统的一些限制。 我觉得虽然我们说传统游戏它可能中心化会存在一些弊端, 但是其实在炼游当中, 一个模型的不合理也可能会给玩家带来很多损失。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点吧, 就是关于认知的这种差异。 那么其实说到关于炼游这件事情啊, 确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关于炼游的一些词汇啊, 其中的这个token economics啊, 或者说DAO啊, play to earn, 其实我们对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并没有一个很透彻的理解。 那Hibi和Siza你们可以去分享一些对于炼游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的科普吗? 比如说炼游它这个概念发展至今, 它的历史大概是怎样演变的呢? 以及它目前来说有什么样的成长的趋势呢? 对, 其实炼游的发展历史, 对于现在的那些传统游戏来说, 炼游的发展历史其实相当的短暂, 就是可能是从大概17年的时候, 开始会有这个炼游的一个产生, 到现在2022年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上升。 炼游最开始所被人认知其实就是一些收集就好像神奇宝贝一样, 我们收集不同的宠物, 就好像最开始的炼游的始祖, 它叫Crypto Kitty, 这个项目就是吸引不同的玩家去收集不同的猫咪, 然后现在炼游种类分很多, 有收集宠物的, 也有一些收集传播的, 就是传只, 还有一些这样Play to Earn的, 还有一些通过玩游戏, 然后去收集不同AFT, 让AFT进行一个变现的一些种类。 我们做的这个Kinosis其实是专注于一个Play to Earn, 就是玩家可以在Play这个game的同时, 去进行一个赚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 和传统游戏的一些区别, 就是在于Play to Earn的游戏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游戏, 所谓的完全去中心化就好像, 我们基于传统游戏来讲的话, 像洛阿卢英雄联盟, 它其实是腾讯旗下的一款游戏, 那么所有玩家都是通过冲钱买皮肤买英雄, 这样去进行去获得更多的一些游戏体验。 你有不同的皮肤, 你很帅这样子, 但是所有的这些的, 它背后的商业逻辑其实就是, 玩家给钱去到项目方, 项目方给你一个东西, 但是它不会是, 你可以通过这个游戏去赚钱, 就好像你玩撸阿撸, 你充了非常多的钱, 你可以买了很多皮肤, 你的段位很高, 但是你的回报来说其实是非常低的, 就你可能花个几千美金, 你充了一个全皮肤全英雄的一个账号, 可能你最后卖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只能卖个几百块钱, 几千块一千块钱这样子, 那么相对来说, 同时也代表着一个, 这个游戏账号其实是被这个项目方所管控, 而不是由玩家自己去管控的, 因为就好像打路阿撸, 那些项目方像腾讯啊, 或者是拳头, 它可以封锁你的账号, 那么使你无法进入游戏, 即使这个账号是你自己创建的, 但是这个账号的所属权, 还是属于拳头或者是腾讯这种开发商, 但是He Knows, 像Play to Learn的这种游戏, 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 也就是玩家的账号是由玩家自己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而不是某一天项目方想说我要把你从这个游戏里面搬掉, 我要拿走你的账号, 不可以,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写在一个smart contract里面, 这些东西都是在区块链上的, 而区块链的由来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去中心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有东西, 因为区块链其实就是说就好像所有的电脑都可以记账, 那么每一笔交易都可以记在不同的电脑上面, 由不同的电脑去管控这一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叙事, 以及这种计算这种交易, 这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目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去操控你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控制权, 而你拥有对这个账号的绝对控制权。 明白, 所以说可以理解成就是内容和传统游戏的一个最大的核心的区别, 就是它的去中心化的理念, 它把对于资源, 对于玩家在这个游戏中身份的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吧, 相当于把所有权, 治理权重新放回到了玩家的手中。 对, 因为包括大家, 就是我们也是年轻人嘛, 也在读大学, 读研究生, 我们其实亲身也会多多少少玩一些游戏, 然后之前就试过身边有朋友在一款游戏里充了非常多的钱, 去为了获取更好的游戏体验, 结果它的账号被封锁掉, 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有漏洞的行为吧, 因为玩家这边付出了很多的金钱, 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但是始终传统游戏是一个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游戏, 它的中心点, 它的决策人就是这个项目方, 腾讯或者拳头如果是拿LOL来做比喻的话, 不管你在这个游戏里冲了多少拳, 项目方都是有绝对的控制权, 它可以随时去封锁你的账号, 这样会导致你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复制东流。 我们就想改变这个传统游戏的这些漏洞, 包括说现在有很多可能年长一点的中年人啊老年人, 对游戏其实都是存在偏见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游戏玩家付出了很多时间, 金钱, 精力在这个游戏里面, 但是却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回报, 我们设计Henosis就是为了改善这一点, 玩家投入了时间跟精力的同时, 他是可以实际拿到一些在经济上的补助, 在经济上的回报, 虽然可能不会到很多, 不会超过某些玩家正值工作的这么一个收入,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改善现在游戏行业普遍的这么一个经济模式。 明白,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可能可以理解成就是Pay to Earn这样的一种比较新的把游戏和收入, 或者说游戏和工作游戏和生活这种结合这种形态或是未来游戏的一种发展趋势吗?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一批人开始去相信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对就好像所谓的链游其实按英文来讲它是GameFi,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GameFi里面其实包含了6个字母, 就是Game占4, 占其中的前4, Fine其实就是FI占后面的最后两位, 那么我们把GameFi拿来把它区分开来, 我们会把Game分成66%, 把Fine分成33%, 那还有1%其实就是作为玩家, 而GameFi之所以在前面而不是FI在前面的这种理由或者是这种原因, 就是因为一定是玩家通过玩这个游戏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以及非常的享受于其中的情况下, 那么在结合我们这个游戏背后的一个经济逻辑, 经济模型, 然后玩家可以在这样子一个非常享受的环境里面去赚取一定的生活费, 或者是像我们说的side hustle这种副业, 这是我们的对GameFi的一个想法, 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 因为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人都在玩游戏, 包括年轻人, 然后中老年人都会有一些人开始玩一些不同的像王者荣耀, 然后罗罗罗或者是吃鸡这样子一些游戏, 但是这些游戏更多的是让人体验到一种愉悦感, 而并不能在这种愉悦感的同时给他们一种类似于投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回报,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大家改变一种对游戏的认知, 包括我们小时候都经常听到父母说不要玩游戏, 玩游戏会伤害你, 会阻碍你怎么怎么样啊, 对你不好, 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个GameFi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告诉大家, 其实玩游戏是一种投资, 只是在以前可能它不可以, 因为以前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 以前的网络不可以不支持这样子, 但是既然时代的现状是告诉我们这是一定可以去做的, 且这是在背后有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模型去支撑的情况下, 我们想让更多人改变对游戏的一种看法。 明白, 哇,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就是大家对于游戏的概念是在进行一个, 慢慢的一种转换的吧, 对, 其实就是我感觉就是大家对于游戏这件事情的理解, 会从一开始的单纯的一种娱乐, 一种视听的一种享受, 慢慢的变成可以跟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活状态结合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就是特别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吧, 对, 然后可能目前来说, 练游虽然没有完完全全的在全世界, 在各种人群里普及, 但是我觉得就它的社群在一种就是从年轻人, 然后开始往外辐射的方式, 慢慢一点一点往外去传播自己的理念, 这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 也特别酷的一件事吧, 对, 然后我也挺佩服你们去, 就相当于还在读书的阶段, 就去选择去开启一个自己的一个练游项目,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 怎么说就是特别的酷吧, 然后那么咱们就说回到Henosis吧, 就是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游戏, 比如说首先就是像Henosis的名字, 它的由来是什么样的, 就是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Henosis其实这个单词是来源于古希腊的一个英文字母, 它的本意其实是once, 也就是unit, 就是团结和所有唯一的一个意思, 这就是跟我们的理念是一个非常相符的一个词, 我们想让整个世界的所有玩家都是, 到最后都是为一个一体的, 这也是我们游戏引入到, 想让所有玩家都能共同统治这个游戏世界的一个目的, 明白就是它就是包含了一种共同体的概念这样子, 然后的话,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游戏本身的话, Henosis它这个游戏具体而言, 它是怎么玩的呢? 它的游戏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们游戏模式有分三个大类别, 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对战,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玩家进来都是需要先获取三只小宠物, 然后对战呢也是以3v3的模式, 对战也分两种模式, 一个是人机对打, 一个是人跟人对打, 就是PVP或者PVE, 然后玩家是可以通过对打的同时积累宠物的经验值, 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虚拟代币, 然后玩家也会在经济上得到一些补助, 第二个模式呢就是繁殖, 在玩家手里那三个小宠物, 他们是可以让他们去繁殖后代, 然后这个繁殖呢我们引进了这个像人类一样, 显性跟隐性基因, 这样会确保这个繁殖这块的多样性, 同时我们中间也融合了一些特殊的技能, 隐藏技能, 就是供玩家在繁殖的过程中发掘它们, 最后一个模式呢就是地块模式, 其实它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矿场, 我们把挖矿, 挖虚拟货币的这一个流程, 搬到游戏里面了, 每一个地块上都会有一个矿场, 玩家可以自己用小宠物去质押挖矿, 也可以邀请别的玩家, 甚至雇佣别的玩家来这个地块上跟它一起挖矿, 一起产出更多的虚拟代币, 同时呢这个地块就是也是玩家自己可以决定里面任何的规矩, 例如他可以自由决定他地块的这个入场费, 如果他想把这个地块开放给全部玩家进来让大家一起挖矿的话, 他是可以自由决定这个入场费的, 就等于这个游戏里面整体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交由玩家自己来决定, 我们项目方就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给大家来玩, 真正决策者还是分发给大家所有玩家来做决定? 明白, 三种模式, 对战, 然后繁殖, 加上地块挖矿, 嗯,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炼游的这个核心概念是去中心化一样, 那么具体到这个Henosis游戏里面, 玩家们他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理这种游戏, 它是怎么样去建立在这个道上的呢? 嗯, 我们这个Henosis游戏融合了道的概念, 道的全称就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去中心化自制组织, 意思就是代表其实虽然我们是作为项目方, 但是我们跟前面像王者荣耀, 在王者荣耀这个游戏里面, 其实腾讯就是它的中心点, 腾讯可以决定这个游戏的任何一个决策, 但是在我们的游戏, 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希望做一个去中心化的游戏, 把真正的决定权, 决策权都交回去给玩家本身, 而非我们项目方。 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 所有的玩家对这个游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一些地块, 繁殖, 这些所有的这种, 我们所提供的这种游戏模式, 都是玩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去对这个游戏进行一个, 自己的一个体验与游玩。 玩家方面呢, 他们就可以通过投票, 来决定我们这个Henosis项目, 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呢, 我们也会一开始预留了6%的代币, 是专门放在一个社区基金里面, 这个社区基金的运营, 是完全交由给我们的玩家组织, 来进行管理, 他们可以投票决定说, 例如他们今天有人发起投票, 说想把1%的这个基金里的钱, 平均的分发给所有的玩家, 如果过半数的玩家同意, 那是绝对可以这么干的, 而且我们项目方没有任何干涉权, 因为所有的这些概念, 都是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上所死的, 我们项目方也没有办法去左右任何这种投票的结果。 嗯,明白, 所以说它是一种这样的共同治理的这样的模式, 建立在道上面, 那刚刚就是TV你提到的这样的社区基金, 我感觉它像一个从玩家来到玩家去的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的钱其实并不是会流到项目方游戏方当中的, 那你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 就你们的这样的游戏, 你们作为项目方的收入来源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像现在很多大型公司都喜欢给高层CEO们, 给他们把他们的利益跟公司绑定, 他们就用什么期权啊这种方式把他们绑定,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为了让大家增高对我们的信任度, 我们其实有预留23%的这个币, 是专门预留给我们自己团队的, 那这就代表着我们项目方如果想赚钱, 一定要把游戏运营好, 让它越做越好, 能长期发展, 这样子它的币价才会越来越高, 这样子我们项目方才能真正的回本赚到钱, 我们项目方其实没有在游戏任何地方有收取玩家的这些钱, 因为我玩家今天想进入游戏要买三只小宠物的话, 他其实是直接跟另一个玩家买, 当然中间我们会收取卖家4.25%的手续费, 但这4.25%绝对不会来到我们项目方的口袋, 而是直接进入刚刚我们提到的社区基金, 由整个游戏的这个所有的玩家来进行共同的管理, 同时我们请了第三方公司来帮我们做前期到的这方面的管理, 确保这个游戏公平公正性。 明白,所以说其实感觉就是你们作为这个游戏的项目方并不是一个老板的角色, 而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或者说他整体运作的一个维护者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我们项目方当成腾讯的员工, 但是这个公司里并没有任何的CEO, 没有任何高层, 所有的决策不是由高层来决定, 而是由这个公司的客户在我们Henosis里面, 就是我们所有的玩家来做决定。 我们就只是后面搬砖的,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成长,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有一票的否决权, 或者就是有绝对的控制权。 其实就是所有的玩家, 其实持有WOD的玩家都是老板, 而我们项目方是为这些老板打工的人, 我们只是为了大家, 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由大家去投票决定整个游戏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大家想要这个游戏更加的细节化, 或者是添加更多的游戏玩法,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古戏的分红, 这些都是由玩家去投票而决定的。 我们项目方只是为这些所有的老板去打工的。 哇,这样感觉真的好新颖啊, 就其实制作游戏的人本身他也是只是一个参与者, 就大家都是在链上, 但是没有谁是真正的老板, 没有谁是真正去说我要做这个决定的人, 而是所有的在这个Genesis里面, 大家做一个共同体去做所有的决策, 包括他未来的发展, 要怎么样的走都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们开发这个项目, 我们各就是项目方个人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物力, 包括金钱去开发这个游戏, 我们其实不像其他的炼油一样, 引进了非常多的风投机构VC,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VC接触过, 但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快速变现, 他们只想知道如果今天投给我们, 我们如果投给我们一百万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能带给他多少的这个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接触了几个VC之后, 就决定不引进任何风投, 整个游戏的开发都是由我们开发团队自己拿钱出来来做的。 其实作为项目方来说, 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投入能更快的变现, 我们如果从私利来说, 当然希望要接受VC风投机构的钱, 但是作为项目方对游戏负责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是绝对不能引进任何的资本, 不能引进任何的VC, 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快速变现, 那他们手上一开始进来投资给我们的时候, 肯定手上握有大量Henosis的游戏资产, 这样他们作为一个大庄家来说, 就可以左右我们的币价, 我们的小宠物的价格, 导致游戏后期的运营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是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 就我觉得可能随着现在有更多的就是资本进入到练游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越来越繁荣的同时, 就也能看到所谓练游的一些陷阱吧, 就是在大的资本进入之后, 可能一些练游的发展方向反而跟它去中心化, 或者把所有权交给到玩家手中的这种初衷, 反而是背道而驰的, 就是因为资本的大量的涌入, 让它原本的这样的经济体系变得难以控制了起来, 确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多链游都需要去解决的一个经济问题吧, 然后那么我们回到这个Henosis本身来说的话, 你们Hebe跟Siza你们俩去进入到这个链游行业这么一长段时间, 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对这个行业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就比如说一方面, 你们觉得目前来说链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它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会比较好奇二位你们在这个区块链行业的创业过程中, 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 或者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心得体会想要分享, 先聊前面这个吧, 链游行业, 其实链游这个游戏最一开始是在1617年的时候, 有出来部分的链游项目, 但是它正正的爆发期是在2020年的时候, 直到现在它还是处于一个爆炸式增长的一个阶段,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行业, 但是很多年轻人都对区块链, 对gamefire链游会非常感兴趣, 然后当然一个行业如果在它爆发成长期的时候, 通常这个行业里面有各种的鱼龙混出, 各种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游戏, 然后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几乎市面上99%以上的游戏, 链游都多多少少引入了天使投资, 投资人或者是风投机构, 这样子会让他们一开始炼游的初衷跟他背道而驰, 因为一旦引入资本, 大家都知道资本是无情的, 资本只在意自己能赚到多少钱, 并不会在意说玩家们真正辛辛苦苦打游戏玩家们,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玩了XInfinity, 投入了2000刀, 到现在其实我的游戏账号其实可能价, 他真正的现在的价值是低过600刀的, 然后我是眼睁睁看到他的币价从4毛跌到2毛, 到现在不到两分钱, 这中间其实涉及到很多, 因为XInfinity这边之前有邀请过, 三四个甚至四五个风投机构进入他们的这个团队, 这同时就代表着他们给这一群风投机构发放了非常多的游戏资产, 然后一旦到了解仓期, 风投机构们会毫不留情的抛售, 导致这个币价的下跌, 导致最后受到伤害的, 其实还是游戏玩家, 就像俄乌现在的战争, 其实受苦的是老百姓, 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炼油的行业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能慢慢的把那些不负责任的项目方给筛选掉, 只留下一些比较对玩家客人这边更负责的项目方, 就是更能不忘初心, 更能坚持他们去中心化的理念吧。 没错, 是这样的, 我觉得Hibi说的, 炼油它的初衷是去中心化的, 那么其实作为一个游戏的创作者, 作为它的这个开发者来说, 有责任去把它这样去中心化, 这样平等的初衷去贯彻下去, 因为这就是它本来的目的, 把所有权交回到玩家的手中, 对, 然后, 其实同时, 我们因为前面提到很多中年人, 老年人对游戏这一个概念都会有偏见, 同时我们也希望随着炼油这个行业的发展, 会改变很多人对这个行业的看法, 例如就像我希望可以改变我父母, 玩游戏不仅仅是可以以这个模式来做, 同时你可以付出时间的同时, 还可以得到一些金钱的回报, 能得到一些实质的回报, 而非大家中老年人所想象的是一个虚无的一个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的, 没错,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统观念的一个颠覆吧, 我觉得就游戏它怎么从一个让大家觉得很, 怎么说呢, 娱乐至死一个很吸引的东西, 转变成真正能够去重塑大家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的一个事物, 我觉得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到, 推动到这个进程当中, 本身就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愿景也特别的苦, 回到我们一开始创业的体会, 其实这个项目我们准备了两三年,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最难过的一年, 因为我们一定如果想要这个游戏非常完善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经济模型, 然后经济模型里面是一环扣一环, 它们之间都是interrelate, 都是相互相互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一开始, 其实我们做了可能不下十几二十个不同的经济模型, 就是因为一开始做好了, 我们当下觉得很完美, 可能过两天突然吃饭就想到了一个漏洞, 这样子其实会推翻我们整个的经济模型, 然后其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们也比较迷茫过, 就是也迷茫过说到底这个行业行不行, 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出来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感谢有一个波士顿地区的大佬, 他是CFA持证金融分析师, 然后他给我们在这个经济模型上, 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建议, 然后非常大的帮助, 也非常感谢他, 易总, 对, 其实说到这个我也是这个BCIC, 就是波士顿华人协会的一个analyst,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因缘结识的KB, 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吧, 因为炼游这一个很,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全新生的一个事物, 它更像是很多传统和新的概念的一个综合体, 它既有传统游戏的一面, 娱乐性, 然后呢同时呢又融入了区块链技术, 然后到这样的组织治理的全新的概念, 然后另一方面呢, 它又需要传统的经济和金融模型的介入,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维度的一个理念, 同时也需要很多领域的技能, 很多领域的模型的这样的交叉。 对, 因为其实我对GameFind这个行业的了解, 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传统的各种不同的行业融合到一起, 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 炼游中间融合了经济学, 融合了金融, 同时融合了传统游戏, 也融合了区块链这个比较新颖的概念, 同时还融合了道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这其实可以算是区块链的一个衍生品吧。 它们加到一起创造出来的火花, 就造就了现在GameFind的这个行业。 没错, 是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无论如何, 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整个炼游行业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是不同的人有什么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总体来说炼游都是一个非常未来可期的一项事物吧。 那么咱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Henosis这一个炼游的话, 然后如果有同学, 有听众朋友们对于这款炼游感兴趣的话,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比如说你们有什么项目的材料, 或者说是社群可以让大家去关注和加入的? 如果大家到下面的评论框框的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白皮书, 我们的官网, 也可以找到我们Telegram的社群。 如果大家对我们Henosis项目感兴趣的话, 欢迎来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没错, 没错, 就是咱们的播客频道等级的简介, 或者说我们小宇宙的评论区, 都可以看到关于Henosis的炼游的信息。 另外呢, 对有关炼游, 或者对于区块链行业, 对于Quipto任何知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我们CSS的听友群的话, 不要忘了去到我们的节目简介中添加小助手,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然后积极参与到我们对于区块链的学习和互动当中。 那么今天本集干货满满的关于炼游, 关于Henosis的分享呢, 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然后呢, 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我觉得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无论是对于炼游的知识本身呢, 还是你们对于在这个行业的创业的一些体会, 我觉得都是, 怎么说呢, 都是很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见解吧。 对, 然后的话,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那么我们今天CSS的播客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是Claire, 我是Hibi, 我是Cecer, 对, 然后很巧我们都在波士顿这一次。 好的, 那么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分享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